首先要说明的 此案是个真实案件 事情发生在明世宗嘉靖27年 1548年 在位于湖南长沙府出了一宗恶性凶杀案 在7月12日的晚上 住在城北头的一个大仇短庄的张姓老板 居然被人用被褥蒙头 活活给闷死了 随着事情的展开 居然引出却无端牵出一桩连环案 后世称为桃花案 此案让整个长沙府的人听了都感慨唏嘘不已 位为桃花节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实际上在案发的第二天 张老板的媳妇牛是伙同家人 居然把自家儿媳妇桃花绑送府呀 向长沙之府前顶一控告说 自己丈夫死时笑得很灿烂 显得很开心 并且在床头放一朵桃花 大有一种超然解脱和死而无憾的感觉 牛是之所以将儿媳妇桃花绑送府呀 是因为儿媳妇桃花不守妇道 借儿子外出经商之际 和公共张老板暧昧不清 二人常见月圆枝叶思通 张景元死的那天半夜 家里的小丝拉肚子 亲眼看见了桃花 从老公共的房间 一关不整的匆匆而逃 长沙之府前顶一文听此言愣证了一下 此事不仅牵涉命案 而且是关一个女子的名节 看到张景元的媳妇牛是 看上去一副义正词言和一份填膺的样子 但从说话间却透了一种说不出感觉的诡异 对于自己的丧夫之痛的悲伤之急 又好像放松心情解脱的愉悦 反正在前顶一的嘴里 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 前顶一不是婚冠 而且十分的精明强干 前顶一沉吟了片刻 没有贸然审案 只是命人将一把桃花暂且收监 待案情水落石出后再做定夺 而且宣布张景元府上所有人员 在没有破案之前不得离开长沙 第二天 前顶一黄亲率三班牙役 亲自倒到张景元家里查案 刚到门口就见整个张府里是一片沸腾 显得十分热闹 所有人员都忙得不得了 前顶一对此大惑不解 这家家主刚刚去世 照例说应该低调肃穆 案为何如此喧哗混乱 为了问下人才知道 施牛是请了长沙最大的寺庙里的得道高僧 为张景元超度亡魂 让其早日投胎转世 幸福来生 牛是如此高调的行为 让前顶一十分不解 毕竟张景元不是正常死亡的 更奇怪的是 牛是不在现场 没有给丈夫守灵 主持和尚也不在 前顶一带着武座开始检验现场 前顶一果然在张景元的床头 发现了那只桃花 而且他家的儿媳妇还叫桃花 这就颇堪完尾了 这其中总有种说不出的关联 若不是张景元真和儿媳妇有染 检验现场完毕之后 前顶一开始亲自问询那个小司 小司大约十四 五岁的年纪 被牙医带上来时 吓得直哆嗦 面对着前顶一府之府的问话 倒也不敢隐瞒 就将他看到的一切 一五一时的说了出来 原来他晚饭没有吃饱 晚上就偷偷的去厨房偷东西吃 还喝了茶水 不料却吃坏了肚子 夜里就开始拉肚子 一晚上拉了十多回 那真是一切千里 就在他后半夜起夜去茅房的时候 他就见一个女人从老爷房中匆匆跑出来 起初 他以为是老夫人起夜 也就没有在意 也躲到了暗处 但他借着微弱的月光 方才模糊地看见那女人穿着少夫人的衣衫 衣冠不整披头散发 吓人的紧 就没敢细看 随他而去 等到天亮的时候 就传来老爷死了 小丝就感觉到老爷的死 跟少夫人有没有关系 于是就把此事和老夫人牛夫人说了 钱鼎一之府思考一下 对小丝问道 按照你的意思 你实际上并没有看清楚 半夜从张景园房中 跑出来的女人是不是少夫人 对吗 面对钱鼎一质问 小丝好像有些没有底气 到八成是吧 好像是少夫人 小丝吓得连连磕头 钱鼎一突然对小丝说的 偷喝了茶水才导致的 拉得肚子事情有些异动 不免对这茶水很感兴趣 随即让人塌领着她 来到了老夫人牛氏的房间 刚到门口所有的人都闻到一股香气 这种莫名花香气很浓 飘散在整个房间的周围 感觉沁人心脾 进到屋里之后 钱鼎一发现在窗边 放着树盆开得很妖艳的花 香味正是从花中散发而出 钱鼎一觉得这花很好看 就特意的摘了两朵 放在了在袖中 同时端起了桌上的茶壶 闻了闻 感觉茶香疑人 好似旁边花盆里的花香味 回头就问小丝 你在厨房喝的就是这个茶水 小丝闻了闻 承认就是这个茶叶 钱鼎一救命人装了急许 带回府衙去 不大一会儿 牛氏就风风火火的跑到府衙过来 刚好不流眼泪的 让钱鼎一青天大老爷为他家做主 尽快盼凶手桃花死刑 以告慰自己老公的在天之灵的 可怜他丧夫之痛的凄苦 牛氏道 青天大老爷啊 你一定要为民父做主啊 钱鼎一似乎对牛氏的行为很厌恶 但也只能劝慰道 你且起来 本官一定替你家申冤做主 且让他耐心等待 回到后堂 钱鼎一就请来当地茶商和养花老人 鉴定茶叶和花朵什么不同和异样 并亲自乔装打扮一番 成了一个卖货的老货郎 到大街上瞎转悠 听听左邻右舍 对于张景元的死有什么样的议论 果然张景元家的桃花案 成为了长沙府最大的新闻 也成为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八卦谈资 张三道 你看看 有钱人家的人都变态 老公公勾搭儿媳丢了命 这下叔父死了 活该 李四道 老爹给儿子戴绿帽 真是我长沙府头一回啊 王五道 别天天胡说八道 那张景元儿媳妇是小户人家出身 一向本分 不似那般轻挑 倒是那老夫人牛逝 人老色衰 不知道在家恪守妇道 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却到处招摇 一看就不是好人 他又是他的要额子吧 听着在左邻右舍的谈话 何借题发挥 钱鼎一感觉到张景元的妻子风评不好 有道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这桩恭喜奸情案 并不像表面看的那般简单 说不定会牵扯出更大阴谋 而且这牛是好像不是什么好人 当晚钱鼎一回到府衙之后 茶商和花农告诉知府 他们有了重大发现 当钱鼎一听完报告之后 立即恍然大悟 喜笑颜开 原来是这般如此 大有山穷水尽已无路 留案花名又一村的感觉 就在荡夜 钱鼎一亲自到监牢 提审了张景元家的少夫人桃花 桃花真是人如其名 长得是杨若桃李清纯可爱 楚楚可人 但似乎对于他被指控杀人一案 有些认知不足 感觉猛猛懂懂意思 也不懂人性的险恶 不好像是温室里的花朵 钱鼎一觉得他未必是杀人凶手 于是并没有直接问案 而是问道 你且告诉本官 你最近丢过什么东西没有 桃花忙跪地思考一下道 禀老爷 奴家并没丢什么贵重物神 钱鼎一又道 你且仔细想想 比如衣服之类的 钱鼎一再指点迷津 桃花猛然间好像想起来什么 对了 有件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钱鼎一笑道 你且讲来 不过要实话实说 桃花听到这里有些犹豫 又咬了咬唇 伺下了很大决心一样说道 大概半个月之前吧 婆婆说我天生克服 让相公生意亏损 并身体重疾 为此他请了得到的高僧破解 但为此必须拿去我一扇一套去做法 但至今未还 我也不好意思向婆婆讨要 钱鼎一心道 这就对了 案情一下子就有了眉目 钱鼎一告诉桃花让他安心 随即开始计谋着 如何拨开迷雾见晴天 让案情大白于天下 这天中午 钱鼎一正在私谋案情 牙翼禀报有一年轻公子求见 言说他是已故张景元的儿子 钱鼎一立即召见了这个年轻人 见着小伙生的眉清目秀 精气神爽 儒雅风情 不由得多了几分喜欢 便问他有什么要说的 这个年轻人说 他叫张子美 是张景元独生子 他的来的目的很明确 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己媳妇和公共通奸 这其中必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这张子美继续说 原本有些事情 有爱家父颜面 我实在是不好说出口 但如今事关父亲颜面和媳妇桃花的性命 也只能和盘托出了 真应了那句话 直里终归是包不住火的 原来 这张景元虽然号称长沙城首富 家财万贯 但他的身体却不好 没有生育能力 他在一次外出和经商的时候 见到一个三四岁的小乞丐 聪明伶俐 活泼可爱 就有了收养之心 于是就把小乞丐收养在身边 亲自教导 历练打磨 十几年下来 已经是锋芒毕露 各个方面都极为出色 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 在商场上如鱼得水 游刃有鱼 可以说张家的一半产业 是他挣下来的 于是张景元就隆重的开了个亲朋宴 把宗族亲戚都给请来 证明小乞丐是他年轻时 在外面风流时候生的一个孩子 现因母亲病亡 自己就上门认祖归宗了 一时间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十分惊讶 但都相信 这时到 哪个有钱人不风流 张景元外面没有小老婆 那反而奇怪了 至于有一个私生子 那是见怪不怪的事了 现在大家都说张景元有福气 张家后继有人 唐大家业也可传承了 此时唯独不高兴的 就是张家主母牛氏 对于这个小乞丐的 进门大为光火 这不经意间 从外面突然抱个私生子 就能继承张家的产业 简直是气得要死 说什么也不答应 便处处排挤张子美 但家里他说的不算 张景元处处维护着这个儿子 而且给张景元娶了一个媳妇 当张子美娶妻之后 牛氏更是容不得分薄 处处借故欺凌儿媳 张子美继续道 我感觉这是一件奸情害命案 我觉得何继母脱不了关系 说完张子美从袖间拿出一串佛珠 成了上去 在我回来奔丧时 从家父床下捡得此物 一定是凶手所留 钱鼎一接过佛珠 想到牛氏与那超度和尚的表情 颇有会心相交之意 不由地点了点头 于是他让张子美回家等两天 钱鼎一苦思冥想了一夜 生出一计 叫尹蛇出洞 先生夺人 他命牙翼召集几个社会上的混子 在张景元家附近散布谣言 谣言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张景元的媳妇色心不改 人老心不老 与寺里的花和尚思通 什么这老夫人丧尽天良 造谣陷害儿媳妇 以为霸占家产 什么张景元死因不明 就是牛氏极度所为 一时间牛氏算是臭大街了 而就在谣言四起的同时 钱鼎一在张景元家四周 布满了暗线 吩咐其戏心丁烧 如看见有和尚进府 马上回崖禀报 果然 听到谣言的牛氏坐卧不安 行为如惊弓之鸟 惶惶不可终日时派人去了寺庙 当夜深人静时 那浓眉大眼的和尚如妻而来 匆匆忙忙进了府门 接到禀报的钱鼎一暗想 你总算来了 随即府衙全部人手出动 包围了张景元家 并进入内宅搜查 进去一看 牛氏鱼鱼一胖和尚正在饮酒 此时二人还泥歪在一起 莺莺艳艳艳 甜蜜个不停 那和尚一看见官府的衙役 立即转身跪地 对着钱鼎一叫冤道 大人小僧和李氏通奸是真 但不曾害命 还没有等到钱鼎一答话 那牛氏翻身倒地 叫区道 大人是和尚勾引奴家 一时把持不住 才思通的 但未曾谋害先夫性命 二人已经开始狗咬狗了 钱鼎一哈哈大笑骂道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本府进的门来 还没问寻谋杀张景元之事 你俩却一口同声 不打自招 说只是通奸 不曾害命 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 即便如此 牛氏与和尚依旧叫冤 只承认私通 并一口咬定自己未曾害命 钱鼎一冷哼一声 让牙翼拿来佛珠 甩到和尚面前 又让人从牛氏衣柜 拿出媳妇桃花衣衫 钱鼎一指着牛氏骂道 好你个恶毒女人 为了独占家产 私通和尚害夫 还不招来 钱鼎一又道 你利用鹰素泡茶 让园外兴奋异常 幻想迷离之时 便让和尚蒙被褥 将其捂住窒息而亡 然后用泡有鹰素壳的茶 害小思拉肚子 又趁机穿上 从媳妇桃花处拿来的衣衫 披头散发跑出圆外寝室 让企业的小思乌认为 跑出来的是少夫人 二人听见钱鼎一诉说的 杀人现场 如同亲眼看见一样 不由得大惊失色 惊慌失措的牛氏指着和尚骂道 都是你出的鬼主意 太苦了奴家 而胖和尚咬牙切齿吼道 你这个贱妇你作死罢了 还搭上我的性命 钱鼎一不想听二人的讲话 立即将二人收监 一场轰动长沙府的桃花截杀人案 终于大白于天下 最终大理寺行闻长沙府 探牛氏与和尚秋后斩首 媳妇桃花无罪释放 女子张子美继承产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